长期保持健身的,希望通过努力健身获得好身材的,一共分为四个阶段,只要是到达第三个阶段,你就已经拥有很不错的身材了,让人羡慕的身材,自从鼓励全民运动之后,加入了到健身运动的人群越来越多,为了一副自己追求的丑皮囊。 有些人无论在忙,都会把时间日留给健身,给运动,不知不觉,慢慢的就上瘾了一板,甚至有一点健身沉迷,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些症状,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只要想通过健身,通过努力获得好身材的,这些都是正常表现。 别担心,健身沉迷的基本表现,只要不动就会感觉浑身不舒服,甚至产生一些薄脾气的情况,无法阻止自己去健身的欲望花大量的时间被健身这项活动和周边上面,但是,现实中,往往不止这些,健身沉迷的训练者,都有着以下的共同点。 Level 1 初级成名 健身这个阶段是顺利的度过那新手适应期,大概在健身4到6个月之后,新手适应期,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新手,在前期都需要一个适应期,无论目的是减肥,还是增加都需要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作用是供进肌肉基础力量,和让身体适应起来。 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过三个月,或者瘦了十多斤,觉得可以了,又或者直接不练了,觉得很累,以强大的自发动力,每天,不停的给自己树立榜样。 - 闲下来就会去看各种健身大神的训练视频,训练文章,浏览各种自己向往的身材,幻想着自己成为那样。 同时,也努力着,完全不需要别人提醒,无论在忙,都会安排时间去健身,二喜欢分享,自己的运动感受,健身计划,还有打卡,往往都是通过发朋友圈,站视自己的汗水。 - 筋肉或着跑步的公里数,三变得很阳光,精力充沛,生活变得很热情,工作的时候,喜欢帮助别人,偶尔也会主动叫别人去健身。 - 运动真的很棒,你一定要去健身,就是常挂在嘴边的话,去健身的时候,要是遇到一些不是很懂恋的健身新手,也会主动的帮助别人。 - 四吃货,吃货,但是只吃对身体有益的肉,看到肉的表情,眼睛发亮,瞬间就觉得饿了,只想大口大口的吃,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需要能量,我的肌肉需要蛋白质。 - 五期待,期待,希望自己能很快变成大神,总是觉得,一眨引一周过去了,练了三次,四次,五次了,但是,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会有点难过,提醒,千万别着急,筋肉没有你想象中生长速度那么快,保持训练就好,会有收获的,level two,终极成你健身。 - 到了这个阶段,也属于有一定训练经验的人,当然纬度和线条也都出来了一点,往往是在一年以上两年以内,六指,爱运动装,显身材的最好。 - 衣柜里面,运动服占据了70%以上,出门之前好像也没有需要在打扮上面,划絮太多的时间,有筋肉的地方,线条好的区域,能漏的路。 - 所以,往往都是一件瘦身的T-Shirt隆起的胸肌,针得紧紧的袖口,当然,也有很多练的好的,直接就是一件背心就完事了。 - 女生也如此,几条贴臀裤和运动上衣,替换了以前的小洋装。 - 先喜欢展示自己的健身成果,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只要朋友一说起健身,哇,你身材保持得很好呀,练得不错吗? - 这个时候,你懂得,心里暗爽,麒麟必了解一下,露起袖子展示一下宫二头肌业风势标准动作,把臭美与自我省视,只要看到镜子,就会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做一个很狡的表情,或者一个很美的姿势,看看自己哪里看起来不协调,还有哪些区域需要塑形,需要长话的, - 然后会安排在下一次训练里面,只要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不够大,不够宽,不够饱满,胸肌,哎,怎么还是这样,不够方,不够厚,背货,哎,怎么到三角还不够大,什么时候能练成蝙蝠一样的背,显得腰更细,手臂,哎,什么时候能像大神一样四十五加的臂纹,线条明显, - 翘臀,哎,什么时候能像健身网红一样呢,我的腹肌,马甲线,什么时候能明显,心里只有一句话,我需要更努力,实际实行了,懂得调节身体,一切服务健身,休息日,往往都是带着浑身痠痛,这个时候进行一次全身肌肉放松,再好不过了, - 有的去按摩享受去了,有的选择进行一次有氧训练进行放松,又有一些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些拉伸,肌肉紧摸松紧,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尽快的恢复状态, - 十一贪恋,不管是刚刚练完,还是在家休息,还是睡觉前,总是很期待明天的训练,期待下一次胸肌训练,渴望下一次臀腿训练, - 高级成敏健身,这个级别的训练者,往往都是两年以上到五年之间的训练者,都有着丰富的训练经验和知识,十二非常珍惜每一次电伸训练,每一组,每一次动作,只要一进入健身房,就跟进入战斗状态一样,心理念,只有练,专注的练,全力以赴的练,完全无视任何人, - 该吼就吼,挥洒一滴汗水,哪怕再累,都是值得的,头晕,犯恶心,那都不是事,休息一会就能恢复,我要的只有一个,强烈肌肉感觉,变得强大,十三大脑已经与肌肉取得初步的联系,这个别人听起来有点疯狂,在做正式组织前,脑子里面,会不停的思考,不停尝试和肌肉沟通,一直在思考, 做动作发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动作细节,如何才能让我这一组训练,达到完美肌肉刺激,哪怕别人跟你说话,可能都听不见,十四非常的在乎训练质量,哪怕差一点点,都会很难过,如果每一次训练完之后,万一肌肉感受不好,精绪更衣室,就会十分难过, 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今天算是白月了,我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好,是不够努力吗?不停的自责,希望能找到不足的地方,并且纠正,level 4,超级沉迷健身大神级别,五年以上的,就不用介绍了,十五极度自恋,无时无刻,心里只有整体身形, 拿快肌肉之后了,心里只有成长,只有训练,无时无刻的想着找肌肉,身体里只要有不坏的地方,就想练,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关于让身体恢复的一切方法,也了解自己能接受什么的训练强度,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十六拒绝一切正常社交,因为他们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需要准备我的食物,我需要 不停的学习新的训练方法和技巧,我需要准时睡觉,让我的肌肉好好的生长,我希望我能站上LIFT舞台,跟我的偶像一比高低,你属于哪个阶段?你今天练了吗?此刻你身体里那块肌肉正在酸痛,你享受这一切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评论区告诉我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 感谢咯